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最近热闹的都是美空军美海军 又是六代机又是新航母的可把陆军缠坏了 还好今年美陆军也开始了新动作 除了要换上诺格公司开发价值27亿美元的IBCS指挥系统外 更关键的是美陆军启动了Speaker NLOS导弹系统用户评估 就是说阿帕奇等武装直升机可能要换装新武器系统了 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美陆军的未来攻击侦察机计划 那么美陆军的FARA计划实施了哪些措施 试水的阿帕奇和Speaker NLOS导弹系统能否达到美陆军的期望要求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里面的故事吧 美陆军对未来作战的设想是将有人机和无人机进行混编 共同来执行各种任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执行多余作战的纵身攻击内容时 先由FARA执行一些侦察轻型攻击和护航任务 然后再让无人机远程火炮和导弹对敌进行目标打击 而FARA的轻型攻击 美陆军特地的为其设定的目标是打击敌防空系统 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FARA它不会进到敌防空圈 而是在圈外 通过指挥地面起飞的先进无人机系统 或空射自身携带的空中发射效应 先进圈里探探路 获取敌防空系统信息后 自己再从圈外发射远程精确制导弹药 将目标摧毁 以前美陆军打击敌防空系统 都是以让自身强大的隐身性能 穿透敌防空系统 用短射程的导弹去摧毁目标 就比如美研制的RIH-66科曼奇 它就是仗着自身强悍的隐身能力 搭载射程只有8公里的海尔法导弹 就敢去攻击敌防空系统 这导致科曼奇的价格和维护费用十分昂贵 最终项目惨遭失败 而现在美陆军有了新想法 想从圈外进行打击 于是就有了无人机在前面飞提供情报 阿帕奇携带LRPM在后面跟着 做好随时攻击的准备 这样极大地保证了FRA飞行员的安全 想要打击敌防空系统 弹药肯定是重中之重 FRA的弹药就是选的LRPM 该弹药美陆军从2019年就发布了信息征询书 要求LRPM弹药能够在GPS信号受限下 照样能打击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 包括防空系统 轻型装甲车 指挥部等重要目标 因此LRPM弹药的射程 一般都在30到40公里 飞行30公里的时间不会超过100秒 且具有数据链 具备中继制导能力 重要的是 它还能在视距外跟踪移动目标 性能十分强大 现在美陆军为了在2035年 转变成一支多余作战部队 便计划使用LRPM 对未来的直升机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 让飞行员能够应对来自圈外的威胁 但一上来又拿不准LRPM弹药 就决定先用Spec NLOS 作为临时解决方案顶一下 在AH-64E阿帕奇上试一试 看看效果再说 Spec NLOS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 研制的长丁反坦克导弹系统中其中的一种 并且是长丁导弹家族里的射得最远的型号 体型比其他成员都要大 长度1.67米 导弹直径0.17米 总重量约70公斤 NLOS款的初始最大射程为25公里 并且配备了半主动激光 红矮 电视成像 三摩导引头和实时加密射频 双向数据链 但它的光纤长度只有8000米左右 如果导弹飞到更远的距离 它将扯断光纤 改由无线电指令控制 再加上它使用的是电视制导和红矮制导 可以将发射后飞行过程中拍摄的视频图像 通过数据链后传回指挥控制系统 因此导弹操作人员可以控制并看着导弹飞向目标 并进行打击效果评估 所以该导弹还是一款具备侦察能力的导弹 长丁NLOS款可以根据任务的需要 配备三种不同的战斗部 串联高爆穿甲战斗部 穿甲爆炸碎片战斗部和破片战斗部 同时为了更有效的打击重装甲目标 长丁家族都采用高抛物线的飞行弹道 接近目标时从上方突击敌人装甲 不仅避开了敌主战坦克厚重的前装甲 而且受地形的影响更小 甚至NLOS版的长丁 打海上目标也不在话下 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根据临时LRPM合同授权 进行了两次陆军航空兵的演示 一次是在2019年8月 另一次是在2021年2月 在第二次的演示中 Speak NLOS充分展示了其优秀的远程能力 成功从阿帕奇上发射 击中了一个位于32公里外静止的海上目标 可能有人觉得奇怪 一个最大有效射程25公里的导弹 是怎么达到32公里外的目标 对此美陆军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说呀 拉斐尔公司给出的最大有效射程数据 是在地面发射车上静态发射的 而美陆军使用直升机进行的测试 有一定的高度和速度 使得Speak NLOS导弹 有了初始动能和势能 因此实际射程也就比 拉斐尔公司宣传的要远 两次的演示结果 也证明了Speak NLOS 可以集成在各种地面 航空和海上平台上 提供一种防区外能力 成为真正的远程精确弹药 用于打击视线之外的远处 或地面隐藏目标 现在弹药问题解决了 但光有弹药也不行 还需要有提前发现的眼睛 而美陆军的FERA 就是控制无人机充当眼镜 既能在前方执行侦查任务 也能保证几方FERA驾驶员的安全 当然了 在FERA计划中 美陆军是十分看重无人机作用的 除了侦查外 还要与有人机相互配合 进行攻击 诱骗 电子战等作战任务 而美陆军关于有人无人编组 演示验证的航空项目 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大型无人机从地面起飞 在空中与有人直升机进行协同 执行任务 美陆军的FERA主要作为无人机的领机 通常有一到两名机组人员 就像风群的风后 指挥和控制各种无人机编组 进行协同作战 这些无人机是朝着空中发射效应去的 就是指可消耗空中投放的微型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体积小 无需跑道 还可携带传感器 诱饵 干扰装置 爆炸物等各种核载 当然FERA也可以无人驾驶 根据任务需求灵活多变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取代当前的RQ-7B影子无人机 和MQ-1C灰鹰无人机 RQ-7B无人机外形尺寸大 且需要跑道辅助 另一架灰鹰无人机 它是捕食者无人机的改进型 需要两名地面人员进行远程控制 且无法穿透先进的防空系统 再加上它是从地面起飞 无论是飞行速度 还是空域协同等问题 都很难伴随FERA执行任务 因此美陆军才希望 FERA能够携带一架小型无人机 能够随时随地与FERA 一起协同执行任务 目前美军正在进行一项 空中发射效应项目 目的就是研制一款 多任务用途的小型无人机 可有悬翼机和大型无人机发射 该小型无人机采用了 模块化的任务载荷 可满足FERA对无人机侦查 诱骗 干扰 网络中继等任务需求 且具有半自主能力 可由FERA在46米以下 进行低空发射 在2018年8月 美陆军用UH-60黑鹰直升机 发射了一架阿尔提乌斯600无人机 演示验证了从悬翼机上 空射无人机的技术需求 包括空射无人机的设计 空射控制 无人机从母机上的空射方向 无人机和母机的机动限制等多个难题 为美陆军的FERA打下了基础 现在空中发射效应将在2020年到2023年 进行更加复杂的测试 其中在2020年 美陆军将进行在复杂环境空射无人机 承担诱饵和电子战任务的技术演示验证 在2023才年将演示空射无人机突破一个综合防空系统 该无人机将会由FERA携带到任务区域 然后由FERA进行空中投放 飞行到目标区域执行任务 因此这种微型无人机对尺寸和重量有着严苛的要求 在现在已知的小型无人机中 阿尔提乌斯600无人机是最符合空中发射效应要求的 该无人机是由美国爱里尔艾尔公司2011年提出概念 在美空军研究实验室战术机外感知计划下 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获得资金发展 可由美空军的通用发射管存储并发射 执行情间针等任务 而且爱里尔艾公司还为美海军发展了该无人机的改进型 可从更小的声纳浮标发射管发射 专门执行此异常探测任务 从而可用于反潜站 虽然阿尔提乌斯600无人机 能以101公里每小时的巡航速度飞行4小时 航程能达到420公里 但其挂载能力比较小 最大任务载重也只有2.7公斤 极大限制了其任务能力 因此也只是比较符合FRA计划要求 而再一次级别的无人机 还可以选择落马公司的VBAT 用来取代RQ-7B的无人机 VBAT无人机具有独特的起降模式 即便是在苛刻的环境下 它也不能依赖跑道 进行垂直起飞和降落 而且能从弹射轨道 或标准的飞机武器投放系统上起飞 执行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任务 而且根据其2018年在德国进行的联合作战评估报告 VBAT无人机可识别敌方5辆坦克 并且可将信息传给其他的作战单元 根据美陆军的预测 VBAT无人机在未来还会为作战部队提供目标瞄准的能力 VABT无人机使用的是丙完燃料电池 可飞行8小时 或以56公里每小时的巡航速度飞行4小时 在巡航模式小 它的噪音非常低 而它的重量也仅重11公斤 翼展3.7米 仅需两个人便能操作 它的控制系统也很简单 你都可以将它安装在笔记本电脑内 除了无人机和控制台外 VBAT无人机系统还有一架小天线 用于增强信号的输出和接收 是除了阿尔提乌斯600以外 较为符合FERA计划的无人机 综上所述 美陆军通过LRPM对未来直升机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 是为了满足未来攻击侦察机的需求 其FERA是在高威胁环境下使用的武器 基本定位就是执行轻型攻击侦察 城市特种以及编队护航等任务 FERA与AH-64E重型攻击直升机相比 AH-64E的定位是重型攻击 是在未来攻击侦察机撕开敌前沿防线 开辟出道路以后 AH-64E再跟进进行重型打击 现如今 美陆军具有领先全世界的直升机 加无人机编组协同实战的能力 FERA在这面将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从而形成经济有效的压制和摧毁敌防空作战能力 并能够在远至30到40公里的距离上 对包括防空系统在内的多种目标进行打击 如果美陆军完成了FERA计划并投入作战 那美陆军将会具备怎样的战术优势呢 首先美陆军有了成熟的FERA装备后 敌陆军的机动式野战防空系统 或是要点防御系统 肯定要选择更加前出部署 甚至要实现超地平线作战 并且还要具备强大的多目标快速拦截能力 只是这样先不说 技术能不能达到 光对抗成本就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在地面战场的立体对抗中 美军的攻击直升机或是攻击侦察机 都有可能成为第二梯队或是后方装备 因为它俩有了LRPM弹药以后 主要作用就是指挥和控制空中节点和弹药库 打击敌目标 就可以让前出的无人机和发射的LRPM弹药完成 在未来 要是这种新式作战方式 比传统的攻击直升机 或是攻击直升机与武装侦察机 协同作战方式具有更高的消费比 那么则有可能给美陆军航空兵 但来自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 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此次Speaker NLOS 只是美陆军现代化一个试水项目 而美陆军这种未来作战方式的变革 是与其直升机更新换代同步进行的 这种更新换代还包括有 UH-60黑鹰战术通用直升机的替换机 未来远程突击机 它具有更高的速度和更远的射程 最后当两种变革完成时 美陆军将拥有在重装和机动式作战力量 难以大规模投入到强大对手领土 或是难以占据显著优势的地面力量时 通过陆航空中力量的改变 来让美陆军在未来战场 成为一支重要的决胜力量 你对Speaker NLOS是如何推进美陆军现代 FARA计划又对美陆军产生了哪些颠覆性的变化 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